中国今年的经济有可能增长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不断的大输血进行所谓的铁攻击 是从2008年金融风暴到今天是一样的老套路 就是国家大量的发钱放水 中国今天的问题能是在于生产力过剩 消费不足 同时跟世界的产业链脱钩 最大的问题在于 建立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没法在人力资本上投资 或者是快速的进入到 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力别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数字肯定是有假 中国大量的数据就是整体的 还是比较被管房地产的问题 包括地方债结构性问题还是很严峻 好消息出下来应该是蛮短期的 像出口优于密集 结构性问题还是会影响到整个需求 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种高的成长 现在的投资仍然是国有企业在支撑 百业其实还是萧条 当然投向的未来企业 就对应到欧洲今年实在关注的可能过剩 上海为什么股市会跌 因为支撑的是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可能会造成可能过剩 进一步的引发全球的观摊 股市就是情绪表 代表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 国家不信任票 而且你的数据跟预期差出越多的时候 大家觉得你实际的情况更糟糕 他餐水可能真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不买单 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